今年将推动国际教育行动方案 卢州区仁爱国小在多元文化教学扎根已经相当久了 在这次负责国际教育网站的管理 依照学生的年级 选读适合书籍 培养孩子们的世界观 卢州区仁爱国小过往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上 就有不错的成绩 这次配合新北市教育局将推动国际教育 学校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种子教师的培育 在老师的部分 我想首先要介绍就是说 会促进因为有MOU的签订内容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会促进两个国家的一个老师 进行不同的学术交流 那未来也会办理国际研讨会 那我们希望基于这样国际研讨会 来提升老师相关的一个国际文化的教育知能 第一年级学生阅读多元文化绘本 高年级学生阅读多元文化故事书 学校这几年来透过阅读 积极培养孩子的世界观 其实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绘本 是各校都有送到各校去 那是每班都有一套 所以老师可以利用阅读教学 或是共读来指导孩子阅读 人爱国小这次也负责架构国际教育网站 预计在六月前完成 提供亲师生了解新北市国际教育发展内容 TYT新闻沈正宏林景瑜新北市采访报导 这我提供一下 全年红队的的短片 没有资格 敌人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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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